歷史為盡 以鼓見證 笑談天下 新鮮事 齊有此旅 開講 是大咖 10萬嗎 30萬嗎 50萬嗎 那100萬呢 如果你的一支影片 點擊有100萬 那個算是超大咖的網紅了 但是我們今天請來的這一位 他其實是屬人 但是他人生所PO上去的第一支影片 是在講食人族的 那這支影片累積到現在 已經有1131萬的點擊率 光這支影片 他就賺得盆滿潑滿 能夠滿足他人生部分的願望 他就是熔融歷險記的Ben 老師好 Ben 大家好 我是熔融歷險記的Ben Ben 你說 你剛從阿富汗回來 你可以跟大家聊聊阿富汗長什麼樣子嗎 因為大家對這個阿富汗都是一個塔利班很恐怖 是 對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去了兩個多禮拜 然後你說他的首都 喀布爾 喀布爾 還有 坎大哈其實都有去 那其實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危險 雖然大家就是 你走在路上都可以看到塔利班拿著 AK-47這樣走來走去 這樣還不危險 就是他們其實還蠻友善的 他們其實很好奇 因為畢竟 在兩年前美國撤軍以後 他其實連當地人在看到 塔利班重新執政以後他們其實都怕怕的 但其實他們跟20年前的塔利班 跟現在其實不一樣 他們還是想要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然後想要賺錢 所以他們才慢慢的開放旅遊 那我們去的時候其實 都有塔利班護送我們 都有塔利班護送你們 對 因為像到景點的話 他們可能就覺得 真的外國遊客太少 所以他們就是會跟在我們旁邊 然後看我們在幹嘛 然後你就看到他們穿著拖鞋 然後戴著那種塔利班的小帽 他到底是護送你們還是監視你們 講好聽是護送 但是他就一直跟在我們旁邊 然後其實人都很Nice 甚至說你要跟他拍照 他也都OK 然後你要跟他借他的AK47拍照 他也會直接拿給你 然後就這樣子 你就可以任意的把玩 但是不要發射就好 那我這麼說好了 其實你結婚了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你想像我們身為一個結完婚 結過婚 我現在沒有婚姻的 像我們這種結完婚的中年男子 其實對我來講很多時候旅遊 就是換一個地方吃飯 換一個地方睡覺 可是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有個夢 我們要踏遍世界各地 走遍大江南北 可是有時候我們想要去某一些地方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他怎麼去 OK 那比如說像你這次去阿富汗 如果說今天我在台灣我要去阿富汗 我要怎麼去 基本上最方便的就是先到巴基斯坦 到巴基斯坦 對 因為他們有邊界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那巴基斯坦怎麼去 從泰國轉一次就到了 OK 好 我們現在就從台灣開始講 OK 你從這個 你從阿富汗回來才十 你在那邊大概十六天 對 兩三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 然後你剛回來 好 OK 好 我現在呢 我住高雄 好 我現在要怎麼樣去科普爾 先想辦法到曼谷 泰國曼谷 OK 好 我在 大概五個小時 我要到 然後桃園機場 坐飛機到 飛五個小時到五個半小時 到曼谷 OK 然後再飛大概也是三四個小時 會到巴基斯坦 到巴基斯坦 首都就是伊斯坦馬巴德 OK 到那邊以後就是去當地 他們的阿富汗的大使館 再到阿富汗的大使館 對 然後只要花一天時間 一百塊美金就可以拿到 簽證 簽證 然後你就可以 再搭飛機進去到 科普爾 科普爾 OK 其實它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會走車 聽起來哪有很簡單 聽起來就超複雜的 哪來的簡單 就幾個城市啊 就幾個城市 然後就可以到 到那邊了 對啊 所以這樣加起來 光坐飛機 前前後加起來 大概要兩天 一天到兩天 因為你要等轉機 等飛機 就大概要兩天 對啊 然後花一百塊美金 辦簽證 沒錯 到科普爾去 OK 那邊消費怎麼樣 那邊消費其實 還算低 對啊 還算低 可不可以做個比喻 譬如說我們一杯果汁 可能就二三十塊台幣 那邊 現打的果汁 二三十塊台幣 然後你說吃一頓飯 可能一個 那種他們吃羊肉飯 手抓羊肉飯 所以就是 八十塊台幣 對 八十塊台幣 所以消費 六十到八十左右 OK 六十到八十 那住呢 住喔 其實那種飯店的話 我們因為是外國人 所以他們會特別 把我們帶到 可能有星級的那種 就是三星或四星 然後外面是有保鏢 然後他其實 我們看到那種大門 他其實都不能走 你一定要走一個 有點像 碉堡的一個小門 然後是鋼板 要把它打開 然後他 臉部辨識 知道你是外國人 然後你是住在這間飯店 你才能進去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是 反正都會拿槍 這樣 為什麼要保安做成這樣 因為他其實 怕恐怖分子入侵 應該是怕 可能在兩年前撤退以後 就是會怕 會有一些動亂 然後到現在的話 他們的法律還是這樣子 好 那你剛才說 你們沿路都有人護送 是外國遊客都有 還是你比較特別 其實我們是 算看地方 其實我們十六天的行程 只有前面三四天有 你是自由行嗎 我是跟團 跟團 因為跟團的話 會比較省去一大堆麻煩 OK了解 然後就有當地導遊 當地的司機 所以變成說 前面三四天 在某一個區域有 塔利班跟著我們 其他的話 就我們自己走就OK 但是路上一定會經過 各式各樣的檢查燒 那個檢查燒 他們的裝扮就是很帥 就是全副武裝 前面有三個彈夾 然後拿著那種有 像我們在看好萊塢電影 對 基本上就是那個樣子 然後戴著頭套 然後戴著一個鋼盔這樣子 隨時就是可以打仗 就是他臉上就寫著 恐怖分子四個字 可以這麼說 所以每次經過都會 像我們以前在打CS 就是全套裝備 他們的槍就保養得非常好 還有有些是拿美軍撤隊 他們遺留下來的裝備 對 那像這樣跟團十六天 這樣團費要多少錢 團費的話其實不便宜 因為這畢竟那種地方比較少眾 小眾 所以大概也要十幾二十 十幾二十 你們那團人多嗎 很少 就是兩個台灣人 一對夫妻 然後加我 然後一個香港人 兩個香港人總共五個人 總共五個人 對 因為沒有什麼人要去 那你有問過其他團員 怎麼會想來這裡嗎 有一個 其實有一個 那兩個香港人 他們就是已經退休了嘛 然後就是世界跑透透 然後另外兩個是有看著我的影片 然後想說來跟著我一起 糾團 糾團的 他們已經也是五十幾歲 六十幾歲這樣 蠻厲害的 OK 好 那你聽說你從小就想要當 外景節目的主持人 對啊 因為小時候是看那個 冒險王長大 明道啊 右舍他們這樣子 跑透透我覺得好爽 是 人家出錢然後還可以上鏡頭 拍影片這樣子 但自己開始拍以後才發現 有夠累 超級累 因為你是在看節目 人家是在工作 對 就是那個感覺 角色不一樣 因為我也做過外景節目 很多人說 你很爽的 四處這個 你來 你來 你來試試看 真的很累 你來試試看 我們出去就是都在工作而已 對啊 就是那個心態調適是 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你搞了那麼久了 你應該 心態調適應該會調適得很好 是啊 就是樂在其中 我才能這樣說 因為加上我現在還是一個藝人團隊 就自己拍自己撿 畢竟去你說阿富汗要帶一個攝影師 成本 太高了 成本太高第一個 再來是當地的環境我也不確定 我自己可不可以cover 我可不可以handle 如果再帶另外一個脫油品的話 就更麻煩 然後還要處理情緒的話 得不償失 你當完兵之後本來就是要當個普通的上班族 對啊 但是為什麼在那個時候就 OK 圓夢 應該說 因為我當替代儀 要當一年嘛 然後我替代儀在護貞事務所 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去檔案是把除濕機的水倒出來 對 因為日治時期保存到現在 我的責任重大 滿爽的啊 每天就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 闖兵 就不得了 對啊 然後覺得 告訴自己說 以後 絕對不要做辦公室 因為坐不住坐不住 然後就想說 那來追尋自己的夢想好了 是 然後跟家裡人講 然後就吵架嘛 OK 一定啊 然後就說 都24歲了 都替代儀退伍 然後浪費一年 現在還在想無話無話這樣子 然後我爸就很反對 所以家裡一開始並不支持 對啊 還是到現在還是不支持 現在沒有不支持 然後都走五六年了嘛 但是家裡爸爸不支持 但媽媽就默默的 借了我一筆錢這樣子 然後說 你就 就去試試看 因為我是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認真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搞到現在四五年了 對 就有點成績了 然後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所以在一開始的話就是 也蠻辛苦的 因為從一個英文系的 跳到這種傳播產業 不知道從哪邊開始 然後就從 YouTube 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 YouTube的帳號嘛 所以就開始 自己拍自己剪了 一直到現在 因為你第一次YouTube的影片 累積到現在是一千一百三十一萬 對啊 而且你是去拍食人組 對啊 為什麼會想 因為 我們光聽到食人組三二十 你就覺得很危險 對啊 而且像我們這種又肥又嫩的 有沒有 好吃 這個我想 左半邊我做燒烤 右半邊 那做照燒好了 對啊 因為一開始的話想說要拍旅遊 但是旅遊的話 你又不能說從日韓開始拍 太競爭了 對啊 做完了 大排的已經拍得差不多了 能拍的都拍完了 連歌舞伎盯的人都拍了 對啊 想說那換一個想法 就去一些冷門的地方好了 然後再加上一開始可能 資金沒有那麼充裕 先選一個近的 然後就跑去印尼 因為印尼其實它很大 還有一萬兩千多個島嶼 那台灣人都只去哪裡 巴厘島 OK 就比較可惜嘛 我度蜜月就去那邊 這就變成說 好 我今天選擇了印尼 然後我來看一下它有什麼好玩的 結果它在最東邊那個島嶼 就是巴布亞省嘛 他是跟巴布亞辛吉內亞 巴布亞辛吉內亞 隔一條線 一條邊境而已 然後我想那邊有食人族 那我就來挑戰一下好了 那思考了兩天 最後還是去了 你很幸運 你挑戰成功 對 那個真的是 你挑戰失敗的話 我就不會坐在這裡了 對對對 就沒有榮栗潛技了 所以那時候去的時候 跟家裡人說我去原住民部落 我沒有說 講白說食人族部落 怕他們擔心嘛 是 那去了其實一開始也不知道要吃什麼 然後我就帶了12個麵包 跟兩罐水 我就自己這樣進去了 然後當時的拍攝器台其實很簡單 就是iPhone7 然後GoPro 現在已經出到12代了 我就用第三代 就這麼簡單 然後再加一個外接麥克風 然後就這樣直接進去 帶著大包小包 那其實一開始還滿出去的 自由型 對 自由型 然後那邊也沒有 也沒有網路也沒有收訊 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路上就有一個 比較白的一個亞洲人這樣子 他們膚色其實都蠻黑的 那就這樣 找一個公車站花了30分鐘 英文也不通嘛 然後只能比手畫腳 然後最後花了一整天 然後才到了那個 石人柱部落那個 酋長他們家 好幾天 好 就是我在那邊住三天兩夜 然後就這樣走出來 然後都沒有情殺 很霸氣 對 不知道他出來是要把我吃掉 還是要幹嘛這樣 對啊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睡這邊 然後就把我帶到後面的毛巢屋這樣子 然後就處理掉了這樣 然後那天晚上就跟他 他睡隔壁這樣子 所以另外一個毛巢屋 所以你現在這隻腳是異隻對不對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還滿 滿好玩的啦 所以我在想應該就是這個題材 大家覺得 怎麼會有一個人想要去 這麼奇怪的地方 這麼偏僻的地方 這麼危險的地方 那我不好意思 我貓妹問一下 你那時候有看到他們吃人嗎 他們其實現在已經不吃 就是在1980年代又不吃 1980年代之後就不吃了 對 因為政府規定嘛 以前的話就是部落戰爭 輸的吃掉 OK 有點像我們說 早期原住民他們的出草 對 有點像出草那個醫師 所以他們現在不吃 但他們其實到 我現在那時候去 然後看到他們的就是婦女 就老一輩牢牢嘛 他們其實有個起初就是 老一輩牢牢 只要家裡有人死掉 他們就會切一結的紙結 所以看他們手就跟小叮噹一樣 靠 對 家裡有人死掉 牢牢 阿嬤就是要切紙頭 一結一結這樣抽 對 所以他們手 基本上就是剩一點點這樣 OK 這個真的是 那我看到現場 看到那個照片 我會覺得 那你有看到人家切嗎 我沒有看到切 可能家裡能用死光的這樣 就是他看到你 第一句話說 你家裡還生幾個事 對啊 就他們那邊的肉喜 對啊 那現在還是這樣嗎 現在的話政府也禁止了 政府也禁止了 對 因為他們覺得這真的太 太跟時代跟不上 因為 因為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OK 因為我學歷史 那因為我們學歷史 就是從所謂的地理大發現之後 開啟了所謂的世界大探險 OK 那常常我們會聽到有一些 它可能不是無人島 它可能是一個 外界文明一直都還沒進去的 OK 你要說到荒島也可以 說它原始叢移也可以 或者是它還沒被污染的土地也可以 印尼有一個這樣子的島 印尼其實還蠻多的 它整個像你說蘇曼達拉那一帶 因為它島嶼太多了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還沒有去那邊 因為可能去那邊真的會比較 更危險 所以你沒有去探險過荒島 沒有 沒來嗎 沒有 我機會存在這麼多 我不會這樣拚 我沒水怕坐 不會死又不會破 還沒辦法 還沒地到 那我這麼講 有一陣子網路上很流行 就是我們對岸中國大陸那邊 有很多他們喜歡拍那個荒島求生 對 你看那些影片你感覺怎麼樣 你會覺得 來 假鬼假拐 都說好的 我覺得多少會有一點說好的 畢竟在一個環境 那種環境你要找到吃的 我覺得從乾淨的飲用水來說 就是很挑戰 而且他們可能就是有一個團隊 然後去做一個可能劇本的 去寫劇本這樣子 因為多少還是演 因為大家喜歡看 但你說真的要自己去那種探險的話 絕對是不可能那麼順利 不過剛好旁邊有螃蟹 就撿起來這樣子 而且都還綁好了 對 都還綁好了 還有那種定制魚王在那邊 那你玩過荒野求生嗎 還沒有 還沒有 對啊 想挑戰看看嗎 我覺得未來是有機會 一定是OK的 可是像你這樣看下 你大部分應該都是自由型 對我基本上 能自由型的地方 我覺得自由型 那像比如說你要去 食人族部落這種自由型 你沿路看到應該都是很原始的畫面吧 對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 那邊最好就是只有 奧巴巴而已 對然後就是要 可能要騎一個多小時才會到 那個部落的路口 那邊有奧巴巴 那基本上也沒有算太荒野啊 還不錯 因為我選擇的那個地方 它算是 那整個省份的 比較重要的一個鎮 然後從那邊再散出去 有很多不同的部落 所以像我選擇的可能就是 離那個小鎮一個小時 左右的車程 到時候如果撤離的話 會比較方便 對啊如果它再往裡面走 它基本上 要去 警察去申請那個入山鎮 OK 對然後你才可以進到 深山野裡這樣 那裡面有沒有還在吃人呢 這就真的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嗎 我像 你在 我 就我跟你講我杜蜜月去巴厘島 然後我在巴厘島 真的有看到上空的女性 OK 對當然就是 OK 我們沒有任何歧視的意思 而且所有的文化文明 都值得我們尊重 而且我們也必須都得尊重 OK 但是你看了你不會有信譽 因為通常年紀都很大 對 然後那個胸部大概都吹到腰 然後就頭頂著東西 然後就在路邊走 所以你去原始部落 你就有看到這種畫面嗎 那是他們的傳統服裝 OK 所以在部落裡面基本上就是 所以在部落裡面基本上就是 就他們下面會為一條salon 對草群 草群 在部落的話就是草群 然後基本上上半身就沒有 是 對我最記得那時候 我在部落第一次去的時候 因為我找不到那個部落的路在哪邊 我就遇到有一個 頭頂東西的那個媽媽 我就問她那個suroba 就是那個部落的名稱 OK 她就叫我跟著她走 然後走 真的到suroba 然後她就進去他的 那個小茅草屋裡面 然後出來就上空 她就說 所以她本來是有穿衣服的 她本來是有穿衣服的 她本來是有穿衣服的 然後出來就直接上空 然後就是叫我拍她 然後就 叫你拍她 叫我拍她 人家都脫了 我就拍一下 然後就 要跟我要錢這樣子 OK 就是要小費 這樣子 她就在那邊 我怕她著涼 還是快點拍一拍 衣服穿起來這樣 是 所以那個在他們那邊 是很正常的 那是很正常的 所以當你走進部落的時候 他們的造型都這樣子 沒有 但是應該是說 他們每年可能 八九月會有像 台灣的原住民豐年紀 會有一個很大的慶典 那那段時間的話 就是男生可能就只有套一個 葫蘆套 再生殖器套一個補襪這樣子 在他的阿迪亞上面 然後就是 所以我們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買大一點的葫蘆套 那邊認真挑選 所以男生這樣穿 這是面子問題 對 然後女生的話 就是上空 然後一個草裙這樣子 但其實 那邊也在慢慢的進步 對 然後所以他們也是會穿 跟我們一樣T恤 然後短褲這樣子 那這是你去過最原始的部落嗎 這應該算是 排名前三名 應該非常非常的原始 但是很酷的是 城鎮都沒有歪 城鎮都沒有網路 但是死人族部落有Wi-Fi 很酷對不對 那時候酋長跟我說有Wi-Fi 我想說 他要介紹他的Sweeball 什麼Wi-Fi什麼 他講錯了 然後他就把我帶到一個學校旁邊 然後我手機就開始有收訊 因為那邊有個大耳朵 對 他就是整個大概方圓十幾公里 唯一一個有收訊的地方 難怪 因為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在死人族部落 你還可以一周兩更 對不對 那邊速度真的還蠻快 可以看直播的那種速度 對啊 就在那個學校旁邊 對啊 那你有去過更原始的部落嗎 更原始的其實 我這麼說好 我小時候就是 OK 因為我年紀比你大13歲 然後我們小時候其實 能看的節目其實也不多 然後那時候最出名的 大概有幾個旅遊節目 我記得一個好像叫世界真奇妙 那種左遍世界各地的節目 老三台時代 然後呢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許浩平 浩平哥 然後你就覺得 哇這個人真屌 太誇張了 然後去那種最原始的部落 還被釘在十字架上過什麼 有的沒有的 你想過這樣玩嗎 我其實有耶 其實因為我拍片就是 比較真實嘛 所以遇到什麼就是拍什麼這樣 對啊可能像在南太平洋小島 他們那邊是可能一年 不超過2000個遊客 會去的一個地方 OK 然後就是想說 遇到什麼就可以把它紀錄下來 所以如果真的什麼 訂在十字架上面 那個我其實也OK 對啊 也OK 觀眾愛看 真錠 真錠 對啊真錠 浩平哥是真錠耶 好啦可以啦 他是真錠耶 可以可以 觀眾喜歡看嘛 因為其實我覺得 大家喜歡 為了流量這樣拚 不是因為大家最喜歡看我吃苦 就越苦那個流量越高 就像我的粉絲都喜歡看我被老婆趕出去 被老婆打這樣子 對對對很奇怪 我去日本 你們家庭到底是很不幸福嗎 你跟你們的感情有這麼壞嗎 你就是要看人家艱苦就疼 你心理變態嗎 我連去日本連拖個行李箱 就有粉絲留言說 Ben你為什麼出國要帶行李箱 你只能帶背包啊 好 好 對對不起 這樣 就會被制約那種感覺 那這麼說 像我們剛才講 你去阿富汗 然後遇到塔利班 OK 然後不管他是監視還是護衛也好 OK 那最少你大概知道他想幹嘛 對 這是因為我有兩個小孩 所以像我這幾年我走的國家 大概疫情的時候就不講 但是疫情前跟疫情 那我走的國家大概都是日韓 就是相對的我們說比較進步的國家 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 因為畢竟帶著小朋友 講去難聽的人 他光落賽你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他拉肚子你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OK 好 那所以我出國去玩呢 我第一個強調是安全 第二個強調是舒適 所以飯店我們住好一點的 反正一年難得出來一趟這樣子 家族旅行 對對對 那OK我們就聊到 你去過你覺得最危險的國家 或者是你在所謂的你的熔融歷險季 沒有遇到什麼危險的事情 我覺得最危險的 OK我先講 像我去外面我覺得最危險的就是 惹老婆生氣 然後另外一個更危險的 大概就去精品店 那個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你知道嗎 哇那個這個這個 所有小朋友這個毫無生還的空間這樣子 還好我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最危險的可能就是治安 因為像我去的可能中美洲 那邊就是槍制人氾濫 或者是 隨便舉個例子 在約翰尼斯堡南非 因為那邊算是世界十大危險城市 綁架之都 他永遠都是在前三名 對啊 但這個不是我遇到的 因為我很小心 因為如果今天要去這個地方 我一定會做好所有的功課 他的安全的範圍在哪邊 然後哪裡不該去我就不會去 所以要說就是我也不會為了流量 就是為了去而去 因為還是安全最重要 是 但是像我那時候有遇到一個 台大的交換生 他們四個人這樣子 然後就走在約翰尼斯堡的市中心 大概中午十一點多 那他們只是過個馬路紅綠燈 突然有人吹口哨 十六個人從四面八方圍上來 然後把他們打了一頓 然後東西全部拿走 那個過程大概就只有十秒而已 然後就鳥獸散了 不是你拿走東西就算了幹嘛打我 對他們就扯頭髮 就是把他們全部圍起來 十六個人對付四個這樣子 但是我知道 因為約翰尼斯堡真的很危險 所以我就沒有走這個行程 就是我甚至我要走這個行程 我一定會跟著我們的 青年旅社的有團體 就是那種一日團 day tour 我就跟著他們一起 就比較安全 所以就是 還好我都沒有遇到 目前為止都沒有遇到 可能被搶底的頭 然後被搶或被偷 但是如果真的被搶 我還是會說 就是你可不可以把那個記憶卡還我 對東西拿走沒關係 我還是可以回去剪片這樣 是 東西給他基本上就不會對你 有一些人身上的一些損害這樣 所以你嚴格說起來 也沒有遇到治安問題 治安的話 雖然我去的地方都還蠻危險的 但是 是啊 因為我看起來你去的地方 真的都還蠻危險的啊 對啊 你說海地也遇到動亂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蠻幸運的啦 就是可以避免那些事 你海地遇到什麼動亂 動亂基本上就是我 是你去的時候遇到大地震 沒有 他已經大地震結束了 在2019年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 機場太子港他們的貧民窟 住在當地人家 然後我去五天 就是沒水沒電沒網路 那怎麼生活 就是他就給你一個床鋪 然後那個旁邊有個窗戶 美其名說窗戶就是一個洞而已 通風的洞這樣 然後就出來那邊 然後五天然後就每天跟著他出去 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那個感覺其實很特別 因為海地全部都黑人嘛 所以基本上你從走100公尺 每個人都會放下他手邊的事情 盯著你看 因為你太顯眼了 你一個黃腫的黃皮膚的 然後拿著一個GoPro這樣子 那時候基本上拿著GoPro 手都會抖 因為很緊張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你會怕他們隨時想要 上來跟你講話 或者是搶你東西 對啊但還好就是都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可是像你去的很多地方 語言應該不通吧 英文加減用 但是很多可能講西班牙文 或是英文根本就不同 就是只能跟他用肢體語言吧 或者是你直接先下載那種離線的翻譯 翻譯 大概就是這樣子 OK好那我問一個大家觀眾都想問的問題 那你出國有沒有遇到驗譽 驗譽喔 我還真的沒有 因為我很認真的 你還沒結婚你不用擔心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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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有遇過就是 我青年旅社上下鋪嘛 我睡上鋪 那時候在肥寂 然後我想說 肥寂一定很漂亮 對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是 晚上Party完以後 我就回去睡覺上鋪 然後我想說 就是半夜突然開始搖 然後我想說 哇靠地震 因為肥寂那種地方 只要地震 基本上都是會海嘯 OK 就很危險 然後結果 震一震又不震了 就一震一震一震的 然後我就 隨便的往下一看 樓下在忙 OK 對 他們就是在做愛做的事情 然後我就這樣 我也不能換床位 因為都睡滿了嘛 然後我只能就 閉著眼睛 戴上耳機 然後繼續睡覺這樣子 你們需要我幫忙嗎 所以基本上驗譽的話 阿鑫 接力 所以驗譽的話比較少 基本上沒有什麼驗譽 你們出國去 尤其你自由行 近乎探險的那種行程 你會幫自己準備什麼東西 你說吃的話其實不會 因為像我就很簡單 就是一個包包 一大一小這樣子 裡面都是衣服啊 厚衣服 然後拍攝器材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已經沒有什麼空間 可以讓我帶泡麵 那因為其實我還蠻enjoyed 就是在當地 去體驗一下他們的文化 各式各樣 他們吃什麼 就跟著他們吃 所以我還蠻 蠻享受的 那如果水土不扶拉肚子呢 我覺得我這點算天生麗質 基本上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鋼鐵味 對 基本上 像去年在中東四個月 大概只拉了一次還兩次吧 對啊 然後後面都完全沒有問題 排便順暢 OK的 那你有沒有吃過最奇怪的食物 最奇怪的喔 我覺得到現在我 你像我去韓國的時候 他們叫我吃蠶泳 OK 炸的那種 也不知道 好像是滷的 滷的滷的滷的 而且那個味道 我們尊重各國不同的文化 但是那個味道 我就不喜歡很臭 就是有個奇怪的味道嗎 對 就很臭 有一個 你要稱它是臭生味還是什麼 但是就是那是當地的美食 就像老外來台灣看到我們吃臭豆腐 然後吃內臟啊 他們都瘦不了 有沒有OK 好好好 那你出國有沒有吃過奇怪的 奇怪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 應該蠻多人吃過那種 越南的那種鴨仔蛋 鴨仔蛋 這個大家都看過 那個的話 我味道真的是 蠻恐怖的 味道恐怖 就是有那個腥味 然後你再看到它的骨頭 它的羽毛 它的頭在那邊 然後你要把那個湯先喝掉 然後再去 去蹭那個骨頭這樣子 我覺得 隔壁吃的金金有味 我一個人吃三顆 我哪一顆都吃不完這樣子 這個的話 是不是會讓我比較 比較 沒辦法下咽的 但我在中國東北 我沒有 這個東西我沒有吃 就是狗肉 他們到現在還是吃狗肉嘛 然後就是他們一鍋在那邊 因為它是一個市場 前面的話是賣熟食的 後面就是賣肉的 所以我先去吃個早餐 然後發現有三鍋 兩鍋是牛肉湯 一鍋就是狗肉湯 然後桌上有那個狗肉醬 然後用顏色標注 你吃完以後走到後面 它兩排 中間走到嘛 兩排全部都是狗 四腳朝天這樣子 然後就 然後頭都已經幫你切好了 然後就放在旁邊 然後就可以吃一吃 然後去旁邊塗糧 因為走過去 因為太 那個畫面太 太強烈了 對 但這個的話我就沒有吃 走遍世界各地 那種畫面你會受不了 不是受不了 我還要拍出來 拍出來以後 大家就會受不了 我是不會受不了 我就覺得 這是尊重當地文化嘛 他們朝鮮族的一個文化這樣 那你像你出國這樣 有沒有遇過 就比如說去一些比較特殊的國家 遇到台灣人 滿多的 對啊 其實 世界各地都有台商 都有他們去那邊旅遊 對 然後像是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就是在約旦吧 約旦 那邊有一個台灣媽媽在那邊開了一間台灣餐廳 然後就是他那個裡面的牛肉麵 就跟乾貴牛肉麵一樣好吃 那個真的是眼淚會掉下來 對 然後他用那個筷子還是那種紅色白白筷子 OK 很接地氣 塑膠的那一種 塑膠的那種 然後用久還有一點褪色 對 然後那個湯匙就是那種 我們一般那種木湯匙有沒有 然後北地亞那種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厲害 很道地 很道地就是遠到 就是從台灣然後來到中東 待了這麼久 然後可以吃到那種台灣的食物 是 道地台灣食物就是很棒這樣 那再冒昧問一下 像你出國出去玩呢 像比如說我們要去日本 基本上不用做什麼功課 OK 而且日本 我們說去一定會買網路嘛 會買WiFi嘛 OK 所以都有什麼事情現場 Google就好 可是你去的很多地方 就像比如說 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許浩平 浩平哥 然後謝哲青 他們去一些 怎麼說呢 講去南天的有些地方就是 荒蠻之地 什麼東西都沒有 OK 然後畫外之地 你要怎麼做功課 其實一開始的話 當然先從Google嘛 就是搜尋 但搜尋會發現 好像什麼東西都沒有 尤其是中文都沒有 英文的話可能多少有一些 但到後來其實 我會直接先飛到當地 然後去問當地人有什麼好玩的 有什麼好吃的 這樣最快 甚至我常會用沙發衝浪 沙發衝浪 就是直接住進當地人家 然後直接住進他們家 可能沙發 或他們給我一個房間 交朋友就對了 然後他就會帶著我去探索他的城市 然後這樣子我就可以拍攝到一些 跟人家不太一樣的一些素材 可是你一個外國人 人家不認識你 你要住人家就讓你住 這個就是沙發衝浪最好玩的 反正你就先寫訊息給他 就像Facebook 旅遊界的Facebook 你就寫訊息給他 他同意你來 他就會在家等你 然後你就可以跟著他 我帶著他一起出去玩這樣 其實這個過程其實一定會有風險 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所以他其實那些網站上面 就有很多他的評價 就要找評價高的 有很多世界各國人去住到他家 然後看就是他們寫的感想是怎麼樣 其實那時候我還沒有當YouTuber之前 我在台灣就有接待一些可能美國人 然後德國人 然後來直接住進家裡 那你不怕危險嗎 其實就是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就是要你要先篩選過 因為你知道我講個小故事 我有一個學妹 她是某國際航空的空姐 不是台灣的 OK 然後你知道他們說 因為我學妹長得也漂亮漂亮 然後我有一次就跟她聊到就是 他們到比如說他們 世界各地這樣飛嘛 然後外宿嘛 然後住飯店怎麼樣 然後她就跟我講了一個故事 就是他們同航班有一個 也是空姐 誰哪一個國籍她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OK好 然後在飛機上就跟一個我們說叫有色人種看對眼 那看對眼或許那個空姐也玩很大 那個有色人種也玩很大 他們好像看對眼好像就是 據他們的說法就OK 兩情相約 對然後就約嘛 然後就約 然後那個有色人種就約她去她家 就是約她去她住的地方這樣子 好像是在美國 約她去她家 然後那個空姐就跟她講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明天早上還有班 不然你到飯店好了 OK好 那當然那個有色人種就去飯店 找那個女空姐嘛 然後該發生的事情也都發生了 OK 好那至於他們滿意我不知道 後來呢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那個空姐就發燒 那發燒到你去看醫生嘛 而且她是在美國看醫生 果然又飛到美國去 她在美國看醫生 不是貴不貴的問題 這個故事太驚悚了 然後看完醫生之後呢 那個醫生就說 你喉嚨有痛嗎 他說有 他說你知道你喉嚨怎麼了嗎 他說我就感冒啊 可是受喉嚨痛這樣 他說不是 他說你嘴巴裡面有濕斑 蛤 濕斑 喉嚨那邊 對 然後呢就是 OK 大家自己腦補 OK 然後呢 那美國的醫生當然也很專業 立刻通報 立刻通報 就像我們在看電影 FBI有沒有 然後呢 就問那個 就開始 那個空姐就開始審訊他嘛 比較調查 對 你最近幹了什麼事情 然後怎樣 然後空姐會想 OK 他比如說一個禮拜前 有跟一個有色人種 發生了性行為這樣子 OK 那那個有色人種住哪裡 我不知道啊 他是來飯店啊 OK開始調監視器 你要調出路徑資料 然後就找到那個黑人 OK 然後就去他家 他家地下室 有四具屍體 哇靠 也就是說他有跟屍體黑秀的癖好 難怪會有師班 然後很幸運是那個空姐沒有去他家 如果去他家 那可能就是五具屍體 第五具屍體 對對對 OK好 那當然這個故事非常驚悚 而且 我問過那一家航空公司的另外一個空姐 的確有這件事情 因為我學妹跟我講的時候 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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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午誰這樣子 然後後來 然後我問過另外一個人 對 他這個故事 他們 他們航空公司都知道這樣 好OK 那你們去別人家住 你不怕危險嗎 或者是你會做怎麼樣的保護措施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先篩選 就是從網路上那邊篩選 不是啊他也不跟你寫我是壞人啊 就是你能做的就是只從這個開始 因為畢竟你要找可能 當然是找評價越多的越好 對啊 因為畢竟這還是你能篩選的一個 唯一的一個指標 但是如果真的 像我還好我都沒有遇到不好的事情 但如果真的遇到不好的事情就是 想辦法找藉口離開 因為其實在網路上其實也可以找到 很多就是遇到 女生遇到壞人的 就是想 就是可能男生就是為了想要幹嘛 所以才接待女生過來 是啊 對啊 不玩我接待他幹嘛 但是很多基本上就是 文化交流 因為我擺明就說我是YouTuber 我要去拍你們這個城市 看你可不可以帶著我到處去玩這樣子 對啊 所以基本上我 開中民意就是直接這樣講 那也沒有遇到什麼不好的事情 那有收費嗎 沒有收費 沒有收費 但其實我最主要就是可以省旅費 然後可以練習我的英文 然後還可以拍到一些最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舉三德 一舉數德這樣子 那我看你的資料裡面 你還有去那個邦交國計畫 對啊 在2018、19年的時候 18、19 疫情前 那時候還有17個邦交國 對 我們邦交國那個很多國家名稱 聽起來都像消炎藥有沒有 對對對 沒錯 像那個化學藥品有沒有 像什麼聖克里斯多福金 聖克里斯多福 在加勒比 聖多梅普林西比 那之前的 對對對 斷交了 所以就還蠻特別的 那我們的邦交國你都走過了嗎 基本上現在有的都去過了 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吧 有沒有印象最深的 我覺得印象最深的就是 所以用諾魯吧 諾魯 對每次都要講諾魯 不是太平洋一個小島 就是它真的很小 它比綠島大 比蘭嶼小 OK 你騎摩托車這樣 摩托車一年 21分鐘 OK 騎快一點的話 大概 因為它的環島公路就只有20公里而已 OK 然後在那邊要待7天 這個地方怎麼待7天 因為一個禮拜就只有一班飛機 OK 了解 它在太平洋的 應該是關7天 對 那種感覺 看守所的感覺 可是應該很 我們不講生活便利性來講 它應該是很舒服吧 沒有 沒有 那邊就是一個 曾經很有錢的小島 曾經很有錢 對 因為它整顆島在早期 全部都是零礦 OK 依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軍 日軍 就是在搶這塊地方 鳥糞那個零礦 對對對 就在做肥料嘛 所以很有錢 所以我甚至去查在1970年代 1975年的時候 他們在怒魯的人均GDP 3萬7千多塊美金 1975年人均GDP 3萬多塊美金 民國64年 我那比台灣高很多 我還去經濟部去查 去調閱那個時候 我們也是搞到這兩年 才超過3萬塊美金 那個時候台灣的人 GDP 民國64年 大概只有5千多塊 OK 但基數不能比 但是你看這個 他們的這個數字 就非常非常 你就知道那邊到底有多有錢 是 但是現在在90年代之後 就有點家道中落 踩完了 所以現在就 那時候去的時候 物價其實基本上 全部靠進口 很貴 一公斤芒果 600塊台幣 一公斤芒果 600塊台幣 對啊 然後你說網路 1GB 現在台灣吃到飽嘛 吃到飽599 那邊1GB大概是500塊 1GB 1GB 那兩部YouTube影片就沒了 對啊 然後我在那邊還要上傳影片 然後還要去找住宿 然後還要拍一些素材這樣子 那它好玩嗎 沒有 就 不是很好玩 因為它沒有什麼景點 它沒有什麼觀光景點 對啊 它現在甚至政府的 它的經濟來源是難民 OK 大家的救助 對就是沒有 就是澳洲把難民營設置在諾魯那邊 OK 因為它不想要讓難民直接進到澳洲大陸 所以它選了一個南太平洋的小島 諾魯 然後那邊放了一兩千名的難民 對 所以整個 就是世界各國的難民這樣子 OK 好 所以整個島嶼上 基本上你看海岸線啊 就是有一個一個又一個的那種膠囊 是 就是小小的房子 然後都是難民住在裡面 那那邊吃什麼 吃 其實他們有一個叫 他們有吃那種生魚片 那生魚片是 我那時候最印象深刻 我到了那個我住的地方 然後他們那個 我的房東他在退一塊那種鮪魚吧 退冰 然後在太陽下曬了五個小時以後 再加一點檸檬 加一點椰奶 這是他們最喜歡吃的東西 OK 就直接這樣吃 那台灣的邦交 OK 我們這麼講 台灣的邦交很多人都笑我們是凱子外交 因為以台灣的外交史來講 我們最早叫做鞏固外交 後來變成彈性外交 後來變成務實外交 現在金錢外交 OK 那務實外交的時候 就開始大家戲稱他叫金錢外交 或者叫金援外交 OK 那你去諾魯的時候 你覺得台灣真的是凱子嗎 真的是金援外交嗎 其實要看地方 其實因為在每一個我們邦交國 它的原住計畫其實都不太一樣 對 其實像在諾魯那時候 然後我因為 你有遇到那邊的什麼醫療隊農工隊嗎 基本上我都會跟他們一起 就是一起去拍攝一些素材 像那時候在技術團 弄魯技術團 我就是幫忙他們去煮雞蛋 送雞蛋 就是要給各級學校 可能實間學校 我們早上每個禮拜一 早上起來就是幫忙煮水煮蛋 是 然後為了營養的計畫 然後送給所有的小朋友這樣子 對啊 或是種香菇啊 還有一些像是羊各式各樣的神畜 其實每個邦交國都有這樣的計畫 那你在諾魯遇到台灣 你不覺得那種感覺很感動嗎 很感動啊 我一開始原本住在一個 很爛很爛的一個房子裡面 然後一個晚上要4000多塊 就是一個房間 一台冷氣一張床就這樣4000多塊 然後還沒有網路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租了一台摩托車 然後去我們技術團 那個技術團的媽媽就說 來住我們這邊啦 就是剛好替代一台台灣人 對 台灣人 替代一南宿舍 剛清空 清空 然後就讓我住在裡面 好好 每天煮三餐給我 然後我覺得很感動這樣子 就很謝謝他 然後照顧我 然後當他自己的小孩這樣 可是我看你說的是 你都到當地才開始找住宿 對 因為網路上沒有什麼資料 可是你們不是都會先寫email 什麼衝浪什麼的 但是那些地方沒有 那些地方也沒有 就剛好在南太平洋就沒有 你說美洲的話 歐美國家其實都有都很方便 但是在南太平洋小島 就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花費就很高 可是 那如果你到現場 你找不到住宿怎麼辦 我那時候到的時候 就基本上 一直會到處問 所以天橋底下 就可能 還好有技術團可以幫忙 或者是大使館 就問他們說哪邊可以幫忙 就是住 甚至是直接住進秘書他們家 借住他們家這樣子 所以反正你到了各地 其實你也是會找我們的辦事處 或者是大使館 最主要就是那時候的邦交國計畫 因為外交部都會把我的行程表 傳給當地的使館 然後使館再看怎麼跟我聯繫 聯繫這樣子 怎麼給你協助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的外交部做得不錯 不錯啊 就是吃好 就是基本上當地 在當地都有照應啊 就是不會說 遇到的問題沒有人幫忙解決 那Ben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好不好 外國人到底分不分的宣處 台灣在哪裡 你說我們不要講那種 你說你去日本 他們當然知道台灣嘛 台日友好嘛 韓國跟台灣在半導體 跟在這個國際貿易上競爭很大 他們也知道台灣嘛 但是如果你去一些比較 比較所謂第三世界國家 他們真的知道台灣嗎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看 他們自己的 就是有沒有在看新聞 因為很多可能在烏俄戰爭之後 這個台灣被提到的次數 在新聞當中就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甚至會跟我聊這個 就是跟大陸的一個關係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或者是 他們也知道一些台灣的產品 電子產品很有名嘛 然後可能像電腦啊 或者是手機 其實基本上他們略有耳聞 但是還是一定會有人 把我們跟泰國 Tailand 搞混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我度命運 那時候去巴黎島 然後坐電梯的時候 遇到一個老外 巴黎島老外太多了 超級多 對 然後我遇到一個老外 然後因為你知道我英文其實很爛 可是我看到老外呢 通常除了嗨以外 我都喜歡問 然後他跟我說澳洲來的 澳洲來的 澳洲來的 然後他就問我 And you I come from Taiwan 然後他跟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其實我是很感動的 你知道嗎 有時候真的他們一講出之後 真的知道 然後問一些有深度的問題 就覺得 哇 這個能見度還是有的 那你有沒有遇到 就是他知道你是台灣人 然後歧視你 我覺得歧視不會因為說你是台灣人歧視 是因為你是亞洲人 你的皮膚這樣子 是 對啊 但是這種 因為我其實一定會遇到嘛 好 那我自己會 我調適很快 就不要去理他就好 有些人可能會跟他 一擠一擠一擠 對 我覺得浪費那個時間幹嘛 而且你在國外 被打垮多衰 對啊 然後語言又不通 然後還要浪費時間 開開心心出來玩 還要跟人家吵架幹嘛 對啊 我就不理他們這樣 那你覺得怎麼樣叫做歧視 你遇過的 我遇過的歧視可能就 走在路上 然後他就在那邊清衝之類的 清衝 就是 模仿我們講話的語調 OK 就那種廣東腔那個語調 對 然後就是 會說 Chinese之類的 最主要就是模仿那個語調 常常 就是 像我在巴基斯坦跟阿富汗 基本上都遇到 尤其是那種小朋友 OK 小朋友他們就是 小朋友他們就是 就只要直接這樣講 那其實 就是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定是歧視 對 那老外分得清楚 台灣人跟中國人嗎 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 對啊 那你會特別強調嗎 對我來說的話 我就是說 I'm from Taiwan 他們會直接問說 我從哪裡來 我說I'm from Taiwan 對啊 然後他們就說 然後就開始問一些 你們跟日本的關係啊 你跟大陸的關係啊 或是你跟韓國的關係 誰會問你這個問題 其實蠻多的耶 他們就是很好奇 因為有些外國人真的很好奇 因為其實在 世界各國台灣人 在旅遊當中 其實遇到 不多 所以他們就很好奇 然後就開始 可能跟你問一些這些問題這樣子 整個爬傘的過程 都來跟你聊兩岸關係之類的 對啊 那他們怎麼看兩岸關係 我覺得他們就是會 政治跟政治沒有關係 我真的是單純好奇 我覺得他們現在 因為烏二戰爭關係 他們會把台灣跟大陸的關係 去做比較 對因為其實就是 蠻類似的一些問題 對啊 所以他們就是會問說 那你們在台灣 我覺得最多人問的就是 你們在台灣會緊張嗎 會不會就是 可能戰爭明天就會來 我說台灣人沒有在緊張的 好像 就是還是 就是吃飯的吃飯 工作的工作 我覺得 對我們來說已經習慣了 但對他們來說 其實 他們會蠻恐懼這種感覺 就是旁邊一直有 老大哥一直要 對你幹嘛這樣子 對啊 因為你知道其實 像 比如說我去日本玩 我 人家如果問到我說 看台灣 就是 很明顯 很明顯 而且日本北海道 那個 洞野舞還是之舞旁邊 有一家賣雙麒麟的 他還掛一塊牌子 台灣人便宜50塊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他下面有寫 為什麼 OK 就是感謝台灣311大地震 對日本的支援 就是他們的應援 OM 對 就我們對他的支援 所以感謝台灣人之類的 OK 所以當你在國外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就是 你跟他強調 我是台灣人 他反而對 會比較熱情 或者是對你可能 他可能會有距離感 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的話 在日本會比較多 但你說在國際上的話 很少 對他頂多就是跟你聊天 OK 就很想要了解 台灣現在的現況 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 基本上不會說 就是會有差別待遇 這個不像在日本 因為我們幫助他很多 311 或是 輔導這個問題 但在國際上 基本上 我沒有遇過 那最後 Ben 如果有年輕朋友 想要學你做這個 你這也不算旅遊YouTuber 你這個算玩命YouTuber 對 如果有這個年輕朋友 因為 如果你現在去大專院校問 你知道 如果你在20年前 去大專院校問 問大師的學生 你畢業想做什麼 大概可能會有一半以上說 我要當公務員 安定穩定 這個人各有志 中頂三成人各有 很正常 但是如果你現在去問 很多人說 八成選要當YouTuber 我覺得這個數字誇張了 但是 三成應該有 有 三四成應該有 對對三四成應該有 如果說有孩子跟你想說 我要當YouTuber 我要像榮榮歷險記 我要像阿Ben這樣子 我要當一個走遍世界的YouTuber 我要深入亞馬遜森林 OK 我要攻頂喜馬拉雅山 OK 現在叫諸木蘭瑪峰 OK 我要攻頂諸木蘭峰 我要去印尼的那種 沒有人到過的原始叢林 五文島探險 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比如說遺書先寫好 或者是保險買重一點 然後這個收益人 要把你爸爸媽媽哥哥姐姐 全部寫上去 都寫進去 OK 你會給他們怎麼樣的建議 我覺得當然大家看到就是YouTuber 光鮮亮麗那一面 然後流量很好啊 然後接著很多業配 我幫你翻一層白話文 你們都看到狗吃肉 但是你沒有看過狗挨咒 沒錯 就是背後其實你會花非常多時間 第一個你在一開始 你的影片不一定有人看 當然你要不要做 還是要做啊 那你YouTube演算法就是 你今天不更新 你就不會再跳到其他人 就是慢慢往下移 這個是非常現實的 所以就為什麼 跑那麼多地方 要維持一走兩根 對啊 然後害死自己這樣類似 所以變成說 你有沒有能力可以持之以恆 一直去排 沒有人看的時候 還是一直排下去 對啊 很多人可能是為了 你說我就是要達到十萬訂閱 一百萬訂閱 以那個當目標 但對我來說我就是 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對啊 這非常重要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我很幸運啦 就是還可以拍 我想要去 真正想要去拍的國家 不會說可能 大家一股腦的往 可能歐洲跑 美國跑 然後我就跟他們去 那我就是拍巴基斯坦 阿富汗 什麼夜門 敘利亞這些 比較少人會去的地方 所以還是比較 還是蠻自由的 所以變成說 能不能去 持之以恆的創作 然後不在意 數字 但不在意數字 不可能 不可能 這絕對不可能 一定會 因為這牽扯到我們的收入 對啊 一定會跟著 數字高 心情好 然後就是起起伏伏 這是什麼 這樣之類的 怎麼跑不動呢 對啊 而且很有梗 我三分鐘就埋一個梗 怎麼會這樣子 就會變成說 那個得失心會很重 但在我覺得在 也算創業嘛 創業過程當中就是 這些人都要把它 去做消化 對啊 然後 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 這部影片會突然很多人看 就像食人豬的影片 我那時候也沒想說 食人豬啊 北韓這麼多人想要看 對啊 我想 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我聽說過 像那個跑那個超馬 就是那種什麼 怎麼要跑十幾天 幾千公里到馬拉松 韓越沙哈拉之類的 對 韓越沙哈拉啦 穿越亞馬遜那一種 他們都有那種緊急的求救設備 比如說 聽說 真正的講 我不知道 因為這不是我的專業 但我聽他們講過就是 他們有一個手錶 然後這手錶有個插銷 那個插銷一拔掉 24小時之內 你附近 附近 駿伊你最接近的部隊 可能直升機就會過來救你 你有帶這樣子的裝備嗎 那個裝備應該蠻貴的 感覺就很貴 我是沒有 而且 我真的是到去年 可能在中東待了四個月 我才買保險 就才買那種就是旅遊的險 因為 我去的伊朗他們一定要看 他們都不保 他們一定要看 但是我去的地方真的太難保 就是 那邊我們不受理 我去的地方基本上是紅色 對我只能保國外的 對啊 所以就會比較麻煩 但是覺得 還是要保一下 對啊 不怕一萬只怕萬億嗎 其實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變來到我們的現場 其實說實在話 變做了我真的 一輩子都想做的事情 我常常在演講最後 Ending的時候Q&A 常會有觀眾問我說 老師你的夢想是什麼 那我覺得談夢想太遙遠 我們應該把它分成 短期 中期跟長期 我短期的夢想也是賺錢 中期的夢想也是賺很多錢 長期的夢想賺更多錢 你剛才說到 是把它給花完 人最可悲的就是 人在天堂錢在銀行 老婆跟別的男人在教堂 什麼叫做悲劇 就是人死了錢還沒花完 有沒有比這個更可悲的 有 就是人還沒死錢花完了 其實我一直想要去環遊世界 畢竟我學歷史 然後讀過那麼多地方 我也想去看亞歷山大從哪裡 翻越阿爾卑斯山 盧梭在哪裡寫賣艾米爾 馬克思在哪裡寫資本論 當年所謂的薩拉托加大捷 到底在哪裡打的 那今天看到Ben 我非常的開心 為什麼這個年輕人 他在24歲那一年 立定的志向走到現在 已經五年了 來Ben 再跟大家介紹你的頻道 叫做熔熔力險機 OK 今天非常感謝Ben 來到我們其有吃力的現場 那其有吃力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時間到最終到了 坐到有個啟動 坐到準備 說出去 坐坐